渲染器的使用 这里有一个简单的进屋场景 我们要用微锐渲染器来渲染 打开渲染设置 然后我们把它渲染器指定为微锐 然后进入它的调节面板 现在这个场景的话 就是有几个简单的物体 还有一个主光源 然后我们可以抗锯尺 这个是它的抗锯尺 这个是一个全局的开关 比如自换 灯光 缺省灯光 阴影 反射 贴图的过滤等等 还有这个是它的图片的采样 也就是抗锯尺 然后这个是简深和那个 Max 缺省那种抗锯尺的 一个调节 调节栏 然后这个是它的 GI 我们主要使用都会在这个栏里 现在可以打开 打开 调节的时候我们可以 也可以直接调用它的模板 就是级别这个渲染级别的模板 因为调节 所以我们要把它调到最低就可以 或者自定义 甚至可以再低 然后这个是一个光子图的一个 使用的一个转栏 然后这个是它的另外一种算法的一个 我们一般不会使用 这是交散 然后这是环境 比如天光啊 还有反射的一个环境 反射和折射的一个地方 这是运动模糊 这是它一些通道 然后还有那个曝光控制 现在的版本提供一个 有三种曝光控制 一般情况就已经用缺绳 这个 微锐的相机 它有各种 语言相机 球形相机等等 这是微锐的一些系统 系统设置 比如渲染框的大小 渲染的方向 然后那么 它的场景物体的 物体设置 物体的 GI 强度等等 这个是微锐一个版本信息 这个是微锐一个版本信息 好 现在我们可以 它的那个灯光 灯光我们要用微锐 微锐晒的 然后我们现在 它缺绳是不会开这两项的 我们先关掉 然后 可以先渲染一下 把它的 把它的 天光 天光可以先打开 调小一些 然后渲染尺寸 就调节的时候 就可以用小尺寸来调节 因为微锐晒的话 尺寸对它的速度有很大的影响 那现在就有一些 GI的效果 因为我们产业那个 渲染级别调的很低 所以一些细节看不到 现在尝试可以 让它调高一些看看 然后把那个 看它的图片采样 也打开 打到这个 这种类型 因为这种类型是一个 速度和质量 综合 就是最好的一个 这次就明显笔算是慢 现在它这些图片采样抗拒指 现在这些暗部 暗部的细节也有一些了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 微热的使用流程 很简单